- 還在承受新冠病毒疫情重壓的美國 接連遭遇熱帶風暴和山林野火雙面加工 熱帶風暴伊塞亞斯星期六吹襲巴哈馬之後 正趨向美國佛羅里達州東岸地區 伯州進入緊急狀態 南加州則發生山林大火 火勢還沒有受到控制 加上當地出現夏季的高溫 恐怕會加大滅火工作的難度 伊塞亞斯熱帶風暴吹襲中美洲巴哈馬 正趨向美國佛羅里達州東岸地區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星期六 將伊塞亞斯由颶風降級為熱帶風暴 但預計星期天會再增強為颶風 伊塞亞斯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10公里 星期天凌晨 預料將逼近佛羅里達東南沿岸地區 佛州16個縣進入緊急狀態 關閉沙灘 停車場及新冠病毒檢測站 同時開放多個庇護中心 美國西岸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出現火災 火蛇已經蔓延到住宅區和周邊地區 加州消防局已下令河濱縣三個地區至少200戶 大約1000人強制疏散 截至星期六當地時間下午2點 大火覆蓋了4125英亩土地 至少有一棟房屋燒毀 由于夏天的高温和刮大風妨礙滅火 導致消防員難以控制火勢 河濱縣消防官指出 當地的大火原本是兩場独立的火災 但是到了晚上 兩次火在蘋果巷河攏 因此這場火災命名為蘋果大火 馬新社電視綜合報導